民国作家谁最好 当时全国大约有四亿人 在校生只有二百多万 能成为人人艳羡的作家更是寥寥无几 因此那时的作家收入往往高得下人 大部分的稿筹为三至五银元签字 据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 三十年代的北平 一银元可买六斤上好猪肉 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 则能达到签字五至八银元签字 不过有一个人 稿筹力压鲁迅 高达十一元签字 他就是素有民国第一写手之称的张恨水 如果为民国时期的作家 拍一个富豪榜的话 张恨水无疑稳居榜首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说 和大量散文 诗词 游记等 还撰写了无数专栏 写下的文字超过三千多万字 即便不算版权收益 几岸最低的稿筹计算 张恨水的收入也已十分惊人 因此 他才得以凭借一支笔 养活了三个妻子和十三个子女 张恨水小说的读者 几乎风靡了各个阶层 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 到处都有他的拥躬 连鲁迅先生的母亲 甚至蒋介石夫妇 都是他的粉丝 张恨水的作品产量之高 发行量之大 先有人可以与他比肩 只可惜 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 晚年却无比凄凉 原因 或许要从他这一生的多情说起 1895年 江西广信的张家 诞下一个男婴 父亲从陶渊明市 问君何能耳 西远第四篇受到启发 给孩子取名张新远 张新远的祖父 曾是清廷的一名参将 可生于武术之家的张新远 偏偏对文字情有独钟 别人在习武 他却躲在房里看书 少年时的张新远 读残堂演绎 三国演绎 沉迷于史书中 可等他看完 机盛探批的西乡 才发现 小说竟然也这么有趣 从而激发了 他对文学的热爱 1912年 张新远考入苏州猛葬 啃之学校 这年 17岁的张新远 便以恨水的笔名 给苏州一家 刊物投稿 据说 这是他读礼后主词 自是人生长 恨水长东得来的灵感 自此便以张恨水自称 1914年 猛葬啃之学校结散 19岁的张恨水 再次回到老家 依旧沉迷于书本之中 看着身为长子的张恨水 整日不是看书就是写字 母亲便替他包办了婚姻 许了本乡的徐家小姐 因为知道儿子心气高 又从小喜欢看 才子佳人的小说 母亲怕他反悔 便哄着 他以看戏为名 来到徐家牌楼相亲 到了戏台下 没人指了指 远处几位看戏的姑娘 其中一位 张恨水隐约看见 对方是个容貌秀丽的姑娘 有些不好意思的她 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谁知结婚当日 入了洞房 张恨水掀开新娘子的 红盖头后 却傻了眼 眼前这姑娘 其貌不扬 根本不是当天看到 那位姑娘 原来没人指的是 那家人家漂亮的二姑娘 定亲的却是容貌不佳的大姑娘 徐家用了吊包计 可败过了天地 洞房也入了 张恨水只得认了这位名为徐文书的姑娘 只是心里有怨气的张恨水 没多久便以外出求学为名 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乡 19岁的张恨水到汉口 投靠在报馆工作的本家数百张西草 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4年后 张恨水被安徽五湖晚江日报 辟任为总编 生活安顿下来的她 立即创作了人生首部长篇小说 紫玉承烟 此后十余年 她奔走于天津 上海等地 最后在北京安顿下来 虽说那时张恨水靠稿费 以不愁吃喝 可毕竟孤身一人在异乡 忙起写作时 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在朋友的建议下 张恨水来到北京一家 收留流浪女子的习义所 缴纳了一笔赎金后 将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 带回了家 这便是张恨水的第二位妻子 胡秋霞 张恨水之所以选中胡秋霞 完全是出于对她绅士的同情 胡秋霞是苦孩子出身 从小就被人拐卖 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一户人家做丫鬟 却又每天被主人拳脚相向 实在无法忍受的胡秋霞便逃了出来 后被这家习义所收留 在胡秋霞看来 能成为知名作家的太太 自己是麻雀便凤凰 这算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而对于张恨水来说 终于找到一个容貌秀丽 还能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女人 首次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家人在册更是张恨水才思泉勇 创作力爆表 成为民国时期头号畅销书作家 当时张恨水共有春明外史 春明西史 金粉世家 青春之花 天上人间 渐胆秦心 六部长篇小说 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 而且情节 人物都不相同 这种创作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有人曾问张恨水这么多故事一起写 难道不会弄混吗 张恨水反问道 你自己的孩子会弄混吗 那时的张恨水是所有报社眼里的香波波 因为报纸销量全靠连载他的小说 许多读者买报纸时 若是听说该报正连载张恨水的新小说 必定立即掏钱 站在报摊就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 因为张恨水的小说 多以描写情爱为主 因此被某些文人默克戏称为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也不辩驳 反而写实自嘲 蝴蝶鸳鸯派豁然 孤军奋战二十余年 卖文卖的头江白 为用人间造孽前 张恨水那时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写作 一直写到晚上七点 才停下吃饭 各家报社每天晚上八点后 就派人在张家小院候着 有的是拿到稿子 喜笑颜开离开 有的是愁眉苦脸 等着张恨水现场更新 不管哪本小说 他只需略微看下前一日的专栏内容 便分笔集书 数千字 一气合成 后来张恨水迷上打麻将 报社催稿人 就站在他身边等待 只见他坐在麻将桌上 左手打麻将 右手挥笔不停 照样按时交稿 其中 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 只有一次断更 因为女儿患病夭折 张恨水悲痛难忍 停更一日 却在隔天将两天的稿件全部补上 张恨水的读者里上有红儒 下至白丁 被学术界誉为大儒的陈寅客 是张恨水的读者 只要是刊载新小说的报纸 他每日必买来一睹为快 后来 陈寅客去了西南连大 因为势力受损无法阅读 他就请好友无密捧着 张恨水的小说 《水浒新传》读给他听 宋美龄也是张恨水的粉丝 每天让侍从去个报摊将刊登张恨水小说的报纸 统统买回来 晚饭后就坐在沙发津津有味地看 有时看高兴了 还会与蒋介石一起分享故事情节 宋美龄喜欢看英文报纸 看中文报纸 只挑刊登张恨水小说的 不过张恨水读者里最尴尬的估计是鲁迅先生 鲁迅曾指责张恨水的小说 不知所谓且脂粉气太浓 祸害年轻人 可偏偏鲁迅的母亲又是张恨水的粉丝 总是来信催促他去买张恨水的新书 因此骂归骂 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 孝顺的鲁迅必定及时买回给母亲寄取 如果碰巧被人看到手里的张恨水小说 鲁迅会赶紧和人解释 不是我看 是我老母亲要看 名声大噪后 张恨水花重金买下七进豪宅 家中常有文人政客慕名拜访 这些贵客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蒋介石和宋美玲夫妇 因为喜欢张恨水的书 宋美玲曾多次拖着蒋介石拜访张恨水 买大房子 实际是张恨水未解思乡之情 将母亲以及徐文书接到了北京家中 徐文书是个很传统的女性 他在老家时就听说丈夫已是著名作家 深感荣耀 因此对胡秋霞的存在并不介意 甚至胡秋霞那时怀孕生子 徐文书不仅亲自照顾 更对他的孩子疼爱有加 因此胡秋霞与徐文书关系和睦 相处很融洽 只是张家老母觉得有些对不住守在自己身边的徐文书 便私下找到儿子 希望他能与徐文书也有个孩子 只可惜徐文书命苦 接连生了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 便一心一意将胡秋霞的孩子视为己出 从此姐妹俩关系更为亲近 看着前后两任太太和睦相处 张恨水心里却有些落寞 第一任太太是包办婚姻 第二任是因为同情心泛滥 显得半辈子美好爱情的自己 却从没有品尝过真正的自由恋爱 实在有些遗憾 不过 如果以为张恨水只会写花钱月下 才子佳人的故事 那实在是小看他了 1928年5月 日本在山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 路火中烧的张恨水 迪迪写下了 池与日人共事 中国绝不会亡等一系列 愤怒声讨侵略者的残酷罪情的杂文 他在文章中写道 世界上的强国 无论是谁 他都不能并吞中国 中国绝不会亡 很难想象一个写风夸许悦小说的人 居然可以写出如此激昂振奋的文字 1931年 918事变爆发 张恨水再次奋而创作多篇抗战小说 1932年 他又自费出版了抗战短篇小说集 《湾公集》 他在书中写下豪言 背上刀锋有血痕 更为国创出迎门 书生顿首高升患 此是中华大国魂 抗战期间 他更写下著名的虎奔万岁抗战小说 成为公认的抗战作家 但是张恨水毕竟是个多情才子 在为国忧愁时 他也渴望遇见真正的红颜之己 1931年 就在他的长篇小说 《提校医员单行本》出版时 他作为公众人物 出演一部抗战舞台剧 与其搭戏的 便是春名女中的高中生周淑云 周淑云比张恨水小20岁 喜欢京剧 也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张恨水也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 能和自己谈文学 唱京剧的聪明女生 两人后来越走越近 张恨水也没隐瞒 151时将两位太太情况 如实告知了周淑云 但这两房太太都不能离婚 因为他们没啥文化 也没啥可以独立生活的营生 不能抛弃他们 周淑云听后 反而觉得张恨水 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自己愿意 不要任何名分 和他在一起 张恨水很感动 发誓绝不辜负周淑云的 一片痴情 可等张恨水试探地 告诉胡秋霞 想把周淑云接回家后 胡秋霞处一大发 闹了半天 张恨水失去了耐心 他觉得家里既然待不了 那就再买处宅子得了 1931年冬天 36岁的张恨水 与16岁的周淑云同居 婚后 张恨水根据诗经 周南 给周淑云改名为周南 那时的张恨水是幸福的 曾经红秀天香夜读书的理想 终于实现了 偶尔两人来段京腔对唱 拉着二胡的张恨水 就满足地念 喜德素新人 相遇共朝夕 这段如交四期的爱情令 张恨水倍感幸福 也逐渐离大家庭里的胡秋霞 与徐文书越来越远 1938年 徐文书主动提出 回安徽老家 胡秋霞带着孩子 独自留在大宅中 此后 张恨水固定每月 给徐文书继续赡养费 徐文书也很知足 到处和人说 自己嫁了个摇钱树 不怪张恨水心狠 是他自己没有儿女福气 而对于胡秋霞 生感愧意的张恨水 也时常回去探望 并奉上大笔的生活费用 胡秋霞与周南 先后为张恨水 生下13个孩子 十多年间 三个家庭全部开销 均是靠张恨水的稿费维持 令人不得不感叹 他的写作实力 抗战时期 张恨水与周南远赴重庆 参加抗日报刊的创办工作 而胡秋霞则带着孩子 回到了张恨水的安徽老家 爱一个人有多深 恨一个人就有多深 自从那时起 胡秋霞便养成了酗酒的习惯 经常独自在房间里 醉到不省人事 醉醺醺时 他还会哭着问别人 为何当初那么宠爱自己的男人 会狠心抛下他 爱上了别人 每月到了张恨水 寄生活费的日子 胡秋霞便会早早起床 独自跋涉几十里的山路 去县城取钱 然后再不行返回老宅 没人知道孤身赶路的胡秋霞 当时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抗战胜利后 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京 徐文书则习惯了住在安庆 没搬过来 而那时的胡秋霞一家 与周南依然是分开居住 1948年 53岁的张恨水 因老医学过床不起 家中顿时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胡秋霞也偶尔会带着孩子 一同来照料张恨水 而此时的周南便会悄悄搬到其他地方赞住 直到胡秋霞离开 此时 张恨水本想委托一位金融界的朋友 将多年积蓄换成黄金 不料 此人却卷款私逃 让张家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 学上加创的是 张恨水由于中风后遗症 已无法握笔 思维也远不如从前 只能停止地写作 失去经济来源的一大家人 只得靠变卖房产 勉强度日 此时 周南又患上乳腺癌 虽然张恨水倾尽全力 为他求医问药 周南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周南走了 也带走了张恨水最后的寄托 张恨水没有搬回去 与胡秋霞同住 而是守着与周南的老宅 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 处于悲痛中的张恨水 再也写不出什么文章 每日就是望着周南的照片 然后借酒交仇 1967年 72岁的张恨水 因脑衣血复发病逝 走完了他传奇般的一生 张恨水这一生 写下了诸多 快智人口的爱情名篇 自己也因对爱情的渴望 有过三段意缘 但或许 爱情与婚姻 带给他的压力和痛苦 要远大于快乐 而他的命运 也正如笔名那般 胭脂类 香流罪 几十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冬 真的很高兴 对 来 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